英国预言家帕克称 2023年有六个问题发生 很多人开始担忧 2022年 曹德旺的话一夜之间在网上火了起来 视频中他说国内即将迎来信任危机 时间大约在22年左右 事实上真如他所说 这场危机真的在今年如期而至了 在世界的另一端 英国有一个十分知名的预言家帕克 他声称在2023年 将有六件事情成为困扰人类生存的问题 由此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忧 这六个问题都是什么呢? 一、生存问题 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 关乎人类生存问题的无外乎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 在这位预言家口中 人类首先会在粮食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 国际冲突不断 有着欧洲粮仓支撑的乌克兰全年粮食大幅度减产 世界的粮食产量不断下滑 对于世界上一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本就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即将伴随着粮食危机变得更加恶劣 不过相比较起来 我国凭借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广袤的土地 还有袁隆平等一众科学家的努力提高了粮食产量 就算真的出现粮食危机 应该也可以轻松应对 同样是因为国际冲突 俄罗斯作为曾经重要的能源产出国切断了与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 导致了国际油价持续上涨 能源方面供不应求 在未来的一年里 人类还将面临更严峻的能源危机 正是由于粮食、能源等的减少 必将导致现有的物价迎来疯涨 再加上美国无限制的印发货币 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经济危机爆发就成为了必然 此次粮食产量的暴跌 除了局部冲突之外 更大的原因在于气候环境的改变 在2023年 世界各国必须需要正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小冰河时期即将来临 二、生活环境问题 小冰河期到来 自然灾害增加 在历史上 明朝末期曾经就因为小冰河时期带来了粮食大减产 最终导致了国内的时局不稳定 对小冰河时期不以为然的人 他们并不知道实际情况远不如构想的那般乐观 近些年 我国北方地区的寒冷天气越发增多 最低温度一降再降 而这势必会导致粮食的大减产 影响南北方粮食的收割 虽然说如今不用再像过去那样 一子而食 但是粮食供应减少是必然的 另外 这位预言家还预言 2023年全世界范围之内将会迎来洪水、暴雪、低温等自然灾害 这无一例外与小冰河时期有关 温暖地区降下大雪已经不再是稀罕事情 其余的灾害也将在未来一一到来 生活环境的逐步变差 还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予以弥补 但是让人沮丧的是 帕克还说 在未来政局还会出现震荡 具体表现在美国总统的问题上 3.拜登提前退位 2021年 拜登凭借着美国史上最高选举票数 击败了前总统当选了美国总统 在任期之中 民众对于他的支持率却在逐步下降 根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 在任职的第二年 拜登的平均支持率为41% 自二战以来的所有总统比他更低的只有上任总统 拜登支持率的下降速度成为了过去80年以来 美国总统中最迅速的一个 由此对于拜登提前退位似乎是一种公认的态度 帕克预测 拜登的退位并非是通过选举 而是像日本前首相一样 遭遇预袭事件骤然离世 由此美国国会将不得不重新选一位领导人上任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龙头老大 国内不稳定势必会影响整个世界的稳定 在这个小冰河时期逐步来临的当下 只会造成雪上加霜的处境 如此看似荒诞预测为何会被许多人信任 这还得和该预言家的经历有关 这位英国的预言家曾在2018年预测 全世界即将迎来一场不可避免的疫情灾害 而新冠疫情的出现似乎为他行了佐证 对于此次事件 很多网友认为这不过是他将一些内部消息 进行提前传播的结果 毕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新冠病毒是人为灾难 另外他还十分成功地预测了英国女王离世 2022年冲突等一系列事情 这让他成为了预言介手可热的人物 由此此次他的预测才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对于这位预言家口中的话 虽然没有科学支撑 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大家还是提前准备好度过难关的财物 才不至于被突如其来的灾害打得措手不及 您觉得帕克的预言准确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